众所周知 富人靠科技穷人靠便宜 只见一只蜻蜓飞到男孩身上 咬下一口 他便化身蜻蜓侠 手指长出道次 重物轻松搬起 爬墙更不用说 有种就让蜘蛛侠来掰头掰头 男孩名叫阿比 他的身世可不一般 小时候跟着父母看完戏剧准备回家 小巷中却忽然冲出劫匪 举着枪就威胁要抢钱 阿比见撞上去阻止 结果反手就一枪射中老爸 再一转身 老妈也挨了一发 老爸还想抛兜里的枪 但又给有军物伤 只见阿比把枪举到天上 可以开枪 路灯硬是给打断砸中老妈 当然老爸也没放过 劫匪这一看 俺只想劫才不想劫命呢 吓得他赶紧跑人 随后阿比连忙去看 奄奄一息的老爸 对方说口袋有个东西要给他 谁知他一摸 兜里面枪直接走火 接着阿比又把枪丢到身上 结果再次走火 成功做掉了老妈 蝙蝠侠看了都忍不住笑出声 失去双亲的阿比长大后 依旧过得不好 因为老爸留下的意外遗产 全被老管家继承跑路了 他现在不仅是个穷小 也还是个十足的倒霉蛋 今天全校去参观转基因动物园 但阿比的心思全在女神小美身上 他想着给面前这鹦鹉拍张照来做搭讪 结果闪光灯一闪 这鸟直接着火 因为这鸟被基因改造后 对光线十分敏感 阿比吓得赶紧制开小美 又对着烤鸟猛的连踩 谁知他脚一踢 正好踢到了笑爸身上 对方火气上来 直接把阿比推到了奥利北 太恶心了 他赶紧拿起水壶 对着衣服就是一阵喷 谁知忽然跑来一只哈巴狗 抱着他的腿就是上上下下 原来这水是动物催情水 你看这没多九功夫 什么鸡鸭猪猫全都扑了上来 等等 这蜗牛又是什么呀 这时 一只蜻蜓飞了过来 冲着阿比就是一口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孩 眼见卡车就要撞上老太婆 他居然冲上去用肉身挡下卡车 而且身体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反倒车给撞坏了 谁知他一看刚就下的老太婆 人家居然给卷进了脚肉机里 就是你能不能别站着 先去救救这狗狗啊 而自从男孩阿比被蜻蜓咬后 他也变异成了蜻蜓侠 叔叔不信 拿着把刀就往他身上捅 结果还真就变得刀枪不入 可就算是蜘蛛侠 也照样是个穷小的 阿比隔天就跟着姨妈去借贷款 谁知银行忽然闯入劫匪 本以为阿比这蜻蜓侠会成恶出奸 他却看人家开不了门出去 居然好心肠的亲自放人跑吗 反正被抢的也不是我 抓不抓也不关暗事 结果外面枪声响起 阿比出门一看 一堆人围在路中央 他担心的凑过去 结果这都是在看后戏 吓死了 还以为有人出事呢 那边确实有个老头倒了 阿比一扭头 这他呀居然是自己的叔叔 还好人没大碍 顶多有些蛋疼罢了 就在阿比独自回家时 他遇到了一个轮椅男 这就是传说中的X教授 正由于阿比变成了蜻蜓侠 所以他将会被带去变种人学校 接受统一的超能力学习 可殊不知 在城市中有个科学家 将自己改造成了变异员 只要被他抓住的人 统统都会被吸干生命 否则不这么做 他自己就会迅速衰老而亡 因此人送外号炸干人 这是X战警的学校 这里你能看到学生玩穿墙 金当狼用爪子刮腿毛 打个喷嚏就把别人头吹走了 只要吃的够多 激光眼更是威力无比 就连X教授 上完厕所都直接坐着马桶出来 而今天为了给蜻蜓侠阿比介绍学校 还特地让风暴女展示了一手 就是这代价有点痛 更令人意外的是 X教授居然还有老婆 还生了两个娃 就是为什么全都在坐轮椅 而要想成为超级英雄 第一步就是要有套专属战衣 阿比一番设计 终于打造出了自己的战衣 就是这全身绿油油的有点奇怪 随后学校又给他安排了导师霹雳火 但这火试着起全身了 可人却受不了高温 硬是给活活烫死了 行吧 阿比只好自得研究咋当英雄 正好就遇上了一群混混 想打劫这美女 她立即出手 三拳两脚下去 就把混混全部干爬 阿比忽然发现 这美女居然就是自己的女神小美 两人深情对视 天空也不禁大雨降临 于是阿比倒立半空 打算来个名场面 可以给老娘滚了 很快 全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慢展 各地变种人集体出来轰趴 却不知大boss炸干人 也已悄然现身 只要他能吸干这里所有人的生命 自己就会长生不老 但蜻蜓侠阿比哪里会善罢甘休 可对方网天花板扔颗炸弹 水泥板直接砸下阿比 好在他力大无穷 轻松举起 眼见炸干人要扔飞镖了结阿比 小美却忽然现身替其挡镖 随后炸干人飞上屋顶 准备利用最先进的仪器吸干所有人 但蜻蜓侠已经抱着小美赶上了 等等 你就不能先把人放下吗 谁知对方一个冲击波 硬是把小美给冲醒了 接着炸干人丢来粘蛋 可蜻蜓侠居然把这粘蛋粘到了蛋上 这他压得可咋整了 只见他一手无敌风火 双腿架在炸干人肩上 这画面也太那傻了吧 炸干人被成功消灭 但小美却被炸飞到半空之中 而阿比作为蜻蜓侠 理所应当地长出翅膀 成功上演一场英雄救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蜻蜓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